八十九 明報 社長病勢淫天堂轉營失托手 2015年7月14日國際金融A21領導淫天堂十三年 憑借掌上遊戲機及家用遊戲機會壞 一度令淫天堂扭轉營勢的社長岩田聰 因膽管岩病勢,他數月前才寫起專攻遊戲機的營銷策略 宣布帶領淫天堂進軍手機遊戲市場 攀恢復淫天堂昔日輝煌 淫天堂在這關鍵時刻失去長期拖手 令外界關注淫天堂如何貫徹這次重要的轉營 不過淫天堂股價作未受消息影響 升1.5%至1.9805萬日元,約1245港元 月前宣布轉營手機遊戲淫天堂作公布 癌田聰於上週六過世,中年55歲 淫天堂於去年6月宣布癌田聰接受膽管腫瘤手術 因療養缺席去年的股東大會 不過,他在今年6月26日的股東大會仍宣布留任社長 卻在幾天前病情惡化入院 日本經濟新聞稱,癌田聰在人生的最後幾天 仍將筆記保電腦帶入病房,發電由向員工發出工作指示 膽管癌是相對罕見的癌症 患者多位65歲以上長者 癌田聰以遊戲工程師出身,在遊戲開發公司 Hell研究所有低造起,1993年登上Hell社長之位 2000年被招攬為淫天堂董事 癌田對遊戲行業的見解 獲以故淫天堂社長山內譜高度評價 2002年當上淫天堂社長 是首位並非來自山內家族的托手 當年的遊戲機以單營幕評為主 淫天堂在2004年推出雙營幕的NDS遊戲機 通過成人腦來鍛鍊遊戲 吸引大批長者和婦女捧場 2006年推出家庭遊戲機會外 在2008才年創造淫天堂史上最高的純利 然而隨而摸手機遊戲興起 至2011才年起,淫天堂連續三年營業虧損 他去年曾自動減薪一半 以彌補業績下跌 他曾認為 貿然進軍過度飽和的智能手機與平板電腦市場 可能削弱核心業務 降低競爭激烈的遊戲產品價值 但他後來承認 淫天堂必須求變 他說,世界在變 任何未順勢求變的公司都張適微 媽寶兄弟之父接任呼聲高他 近期光然邦芬S政策 在3月宣布與手機遊戲開發商電視合作 以淫天堂經典遊戲人物為基礎 為智能手機研發視頻遊戲 至今年5月 淫天堂公布上年度淨力達418億日元 約26.3億港元 終止三年的虧損 不過,智能手機的遊戲日戰降價 甚至免費 令淫天堂及Sony等競爭對手 免臨挑戰 對淫天堂來說 確立接班人提振業務成當務之急 淫天堂表示 專務董事竹田圓陽及江本某將贊代社長職務 竹田圓陽是硬件開發者 代表作包括N64遊戲機及I 媽寶兄弟之父江本某則是著名遊戲製作人 徐柴女已知無誤傷事 江本某接棒的機會被看高一線 綜合報導 打擾 10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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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至10至14至18至19至17至20至15至19至18至18至20至17至19至18至19至 info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